製作愛心蛋 你要先破壞一顆雞蛋 把它的蛋黃拿出來 這樣子很殘忍 所以切了一些火腿丁 放到它的蛋白裡面 把它們兩個攪拌在一起 要攪拌得非常的綿密 在它的蛋黃裡面加入我最愛吃的蔥 接下來就開始製作愛心蛋了 現在鍋子裡面放了一些樂油 先製作蛋黃的部分 兩邊都煎熟 做成一個漂亮的蛋捲 再淋上我剛剛特製的火腿丁蛋白 看著蛋白慢慢的煎熟成漂亮的奶油色 就可以把它跟蛋捲在一起 在這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然我的蛋黃捲就失敗了 你看這個蛋白切得多麼的漂亮 把煎好的蛋捲切成五等份 究竟會不會成功勒 捲 這個好醜喔 再淋上甜美的番茄醬 愛心蛋完成 做好了 我幫他取名叫做愛心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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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加不同的料來試試看 我覺得都很棒 而且我覺得加上那個番茄醬 好嗎 好嗎 我幫他取名叫做愛心蛋 我幫他取名叫做愛心蛋 我幫他取名叫做愛心蛋